这是一台杀人电梯 互不认识的保安 老太太 少妇 小哥 西装男 这天搭乘这部电梯时 突然一阵剧烈震动 电梯卡在半空中 灯泡开始闪烁 每次灯灭都有一人被杀 谁能活到最后 电梯故障后 怪事一桩接着一桩 电话没信号 保安也说自己是临时工 第一天上班 没带对讲机 这说不通啊 对不对 老太太就叨叨了他几句 没想到保安立刻就炸毛了 还好监控室发现了电梯故障 赶紧安抚他们 你们别急 已经派人去维修了 奇怪的是 他们能听到监控室的声音 监控室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怪事还不止这一件 维修工上下忙活半天 却发现电梯一点故障都没有 这时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的抱怨 有两个人明显异常 西装男没事人似的在哼小曲 保安一言不发 自己在那有点古怪的整理领带 电梯灯突然灭了 黑暗中传来老太太惊恐的呼喊 一群人看保安这么变态就骂上了 他刚辩解几句 妹子也尖叫了一声 西装男赶紧解释 不是我不是我 老太太说 你进门就盯着人家屁股看 不是你是谁 难不成电梯里还有别人 就在这时 灯突然灭了 好像还有响动 万幸这次灯灭只是前夕 黑暗中不过是有人受伤了 是妹子被戾气刺中 大家看西装男身上也有血迹 就问她是怎么回事 她却说是妹子自己蹭的 这谁信呢 大家怀疑是西装男搞的鬼 可不管怎么做 都没找到能伤人的戾气 西装男的言行举止实在太古怪了 几个人心里发毛 命令他站在角落里不许动 来不及争吵 灯第二次灭了 黑暗中一阵玻璃破碎生 有人被扎 是西装男 他脖子上插着一截碎玻璃 已经没救了 之后灯灭的越来越快 不停有人死去 甚至电梯里出现了脏东西 这是一台杀人电梯 互不相识的五个人被困在电梯里 灯灭时一个人被扎死了 接下来每一次灯灭 都有人被杀 警察赶到后 监控室里突然出现一张脸 有人神神叨叨的跟他说 是恶魔在行凶 警察哪信他这个邪呀 于是决定先调查被困者的身份 结果吓一跳 原来这几个人 没有一个好东西 第一个死者西装男是诈骗犯 妹子专门仙人跳的勒索犯 保安是有前科的暴徒 老太太是小偷 小伙身份干脆查不出来 但肯定也有问题 你看他进入大楼时 背着一个工具包 进电梯时却不见了 但工具包在哪 会不会有蹊跷 电梯空间就这么大 谁都不愿挨着尸体争吵时 老太太甚至掏出了防狼喷雾 古怪的是 这瓶防狼喷雾几十年前就过期了 大家也没太放在心上 全当是人老了 不舍得扔东西 保安骂骂咧咧 老太太刚想还嘴 医生把灯都震下来的巨响后 电梯顶开始渗血 什么情况 难不成真有恶魔 当然不是 是修理工 电梯故障后 他一直在忙活 市中心鞋子楼封闭的电梯井里 竟然飞出了一大群乌鸦 修理工失足摔了下去 碰到电梯上 血才流了进去 电梯里的人还来不及反应 灯又灭了 保安吓得擦亮一根火柴 也灭了 又有人死了 这次是老太太 到底是谁在行凶 剩下的三人都在崩溃边缘 为了保命 互相指责的小伙和保安打成一团 妹子也跟疯了似的一样大喊 这是一场故障电梯里的连环杀人案 每次灯灭就有一人被杀 现在电梯里只剩三个人 此时警察也发现了新线索 妹子刚色药了一个土豪小心人跳 而这个土豪正好是这栋大厦保安公司的老板 一切都说得通了 土豪设局做掉妹子 凶手不得不顺手杀了目击者呗 那么问题来了 凶手是神秘小伙 还是他手下的保安 灯又灭了 这次死者是被大力扭断了脖子的保安 警察依然不信恶魔行凶那套 坚持认为是有人在搞鬼 因为他见过比恶魔更恶魔的人 五年前他老婆孩子被撞死 肇事者都坏出水来了 专门找了张优惠卷 在背面写了对不起恶心的 但他想起来 今早一起离奇坠楼案 尸体莫名其妙地跑出去几百米 而那个死者就是这栋大楼坠楼的 并且是从电梯故障停留的35层破窗而出 关键是死者留下了一封遗书 我能听见魔鬼的脚步在逼近 警察有一点动摇 就问要怎么阻止恶魔 很简单 恶魔只惩罚藏着事儿的人 只要罪人说出真相 恶魔就会自行退散 听他们这么说 电梯里最后的两个幸存者迟疑了一下 妹子先开口 我倒数三生一起放好不好 小伙照做放下玻璃 但他不知道的是 妹子是骗他 果然当最后一次闪烁之后 妹子也死了 此时全篇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老太太又活了过来 对着谨慎的小伙说 准备好了吗 轮到你了 原来老太太的确是恶魔 今天是专门来惩罚这些罪人的 正当他准备带走小伙时 小伙却开始自首 原来他就是撞死警察妻儿的肇事司机 而他害怕事情败露 这五年过得慌慌张张 提心吊胆 一点都不顺 正好 恶魔你要杀要剐 赶紧帮我解脱了吧 恶魔逼近却不得不遗憾的说 我是真想把你带走啊 接着整栋大楼停电 恶魔消失 电影结束 尽管剧情有bug 警察怎么可能因为两句不疼不养的道歉 就原谅了小伙 但不难看出 恶魔电梯讲的其实是忏悔和救赎 当你做错了事 以为隐瞒事情就过去了 但那些错事会像恶魔一样纠缠着你 折磨着你 只因为你恐惧事情败露 所以并没有什么用 只有忏悔并且得到原谅 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解脱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